我自己三天都沒有出界 今天就出去看看黃大仙一帶 始終這裏是異區 我想包括我在內 住在這裏就不太覺得 都會找出界 現在穿過去去黃大仙一帶 其實這個摩士公園 其實都多人在這裏 做運動 基本上人們都沒有變 做運動當然不能夠戴口罩 公園裏面設施都攔住了 但人們都要進去 甚至沒有燈 只要進去做運動 現在每天基本上都百多宗 估都不需要估計 今天又有百多宗 應該是儲存幾千宗 現在就擠牙膏式 每天放少許出來 都沒有辦法 百多宗都要生活 我想慢慢的人都會習慣 就是百多宗 都正正常常地出界都不奇怪 我現在都要開始慢慢適應 早期又不是很習慣 就覺得百多宗好像很多 但都沒有辦法 困了幾天在家 真的都頗悶 都要出去 這個聚和里 黃大仙的東菇亭 其實每天應該很多人在這裡吃東西 今天就沒有了 因為都不給糖吃 沒有生意 很小條 現在是七點多 其實今天是星期日 感覺上人流真的少了很多 前面是地鐵站 應該是很多人出出日入 但是人流就一般 都算少了 比以前黃大仙 黃大仙中心 應該有幾間都中了 借到鑽進去看看 看看 這間是壽司店 以前都很多人吃 一定是滿了 現在就一個人都沒有 上來二樓 有些人就等外賣 其實大部分 有些店鋪都開的 食肆就很一般 感覺上少了很多人 黃大仙商場 應該是南北館 都有餐廳 現在是360 還有生意 藍店都有人支持 感覺上這裏 其實都是一個 確診者會來的地方 所以 人少了一點 但是 都有人在這裏 有些店鋪 只是開店 但沒有生意 這裏是大家樂 依然多人排 有些店鋪 也有些人 擁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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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賣生意 外賣生意都不多 其實他們也 有些人都看到 街上的人的面容 其實都不是太開心 都很少笑出來 一到晚上 整個黃大仙 到處的人都很少 你看到我這裏 黃大仙廟 門口附近 都沒有人 連三步的人都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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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走太遠 池雲山那邊就不去 因為那邊真的高危 真的害怕 但是 走到鑽石山那邊 都可以過去看看 這個 黃大仙這個平台 這個廣場平台 以前十點多鐘左右 人們會出來 喊口號 當然現在就不能買 都沒有了那團火 以成為一種回憶 黃大仙有一個巴士站 這個站都很齊 很多巴士都會 叫做 一個中心地帶 很多巴士都有 今天的人都很少 不像往日的黃大仙 平時都很多人排隊 在這裏開了一間M2Square 以前新光那裏 大大間庫林皇宮 我也免得上去 之前有些庫林派對 有些確診者中了 現在庫林這樣 招生意 心毛江這間 送口罩 你喝茶送口罩給你 但都多餘 始終現在喝茶也有個風險 現在看到食肆 大部分連外賣都沒有 基本上就很巧 那間餐廳的基本工 如果那間餐廳的基本工 或者價錢 叫做合理的話 這樣都會好一點 都會捱到 不是的話 否則的話 我見到很多茶餐廳都沒有生意 因為茶餐廳有時很積慶 好吃就不到它 便宜又不到它 所以見到很多茶餐廳都 叫做拍烏鷹 我去買都沒有 以前這個鳳德公園 有很多小朋友來玩 因為這些設施都很大 都很厲害 今天就沒什麼人 小貓一兩隻 鳳德商場我就不想去 但是下面這個公園 就拍下一個照片 因為之前都來過 跟女兒在拍拖 因為這裡有些設計 就是那些孫悟空 五指山 那些設計 都蠻有趣的 來到這個荷里活廣場 之前星河名居都爆過 裡面一兩間 好像文記也有種過 今天都人少 看門口都知道 鑽石山連儂牆 都是沒有了文宣 來到這個荷里活 小食就沒有人吃 天人名茶都沒有 都沒有生意 黃大仙鑽石山都算一個 不算一個鎮央 但是附近 鑽石山這間 平時買衣服都很大 有一大堆人在購物 但是這樣看上去 只有三四個客人 現在是有紫外線消毒機 消毒的 就是那條梯的帶子 荷里活廣場 只能夠用兩個字來形容 死城 那些店鋪都關閉 這裡有間戲院 當然也不開 有些店鋪都早收 有些也不開 這裡雖然死城 也有一個展覽 這個呢 是藝術展的比賽 也是叫做苦中作樂 可以在這裡看看 看看有些什麼 不過有些作品 就不太會欣賞 這一套畫 就是一個肥人 因為比較 經常被人歧視 乘車被人歧視 乘車也被人歧視 乘車也被人歧視 太肥的 你看看 原來是小學生作品 有些都畫得幾有水準 這張也是 我看上去都幾有 香港的味道 這是中學生 很不錯 因為牆壁沒有人 所以任何拍 這個就叫做小女的憧憬 顯示到小女喜歡什麼 喜歡戒指 結婚 拗手指尾 承諾 戴戒指 又是結婚 幾個畫面都是結婚 拍拖 又是心 這個應該是大了圖 這個就是冠軍作品 中文心 英華中學 這個也有趣 有條魚 有條油 頂著條魚 自食其果 不太明白什麼意思 不過這條魚的設計 是一堆膠料 配殼 一堆廢料 挺有趣 挺大塊 反而這個作品 看起來挺開心 這是一個小飾店 一個 不是 市多 然後有些公仔 買東西 挺可愛 有些無名的東西 進去買東西 看看全片 看到整個 俄里活廣場 燈火很通明 雙鋪 大部分 落閘 不開 情況 很詭異 整個商場 都沒什麼人 至少我站立這個位置 應該只有我這個人 平日 月盞 一大堆 三四間餐廳 在一起 很多人吃東西 今天 一兩個 叫我去買 就是這樣 這間 G.U. 其實就是 Ulico Ulico 一些 叫做 另一間 年輕人 品牌 居多 你看到 整間店 很大 但是 一人都沒有 以前的商場 很多人 叫做 打椅子 有些座位 擺在旁邊 其實每個商場都有 但因為疫情關係 就收起了椅子 那些人想在這裏 都不行 應該是 新聞所說 就是這間 物技 曾經有抗診者去過 都應該還開 之前我都差點進去吃東西 拍攝門口算數 都沒有人來 連 外賣的人都不多 也有的 一兩個 這間 就是 Starbus 更加 都可以收皮 整個商場 我走了一個圈 整個氣氛 很詭異 沒有人走 你可以進來 其實整個商場 可以封掉 或者這樣 早收 可能7點 8點 都關閉 沒有客人 一兩個人 其實都不太有成本效益 燈又亮 其實都蠻耐電 然後店舖又不開 沒有人來買東西 頂層 第三層 以前這裏都可以的 一定是人流幾多 因為有書店 雖然這個三中箱 還有這個 Bordway 就是看電影 還有機店 也算是小可 很少有這麼大型的機店 但現在都不開了 坐地鐵回家 真的 久了 比較久才有一班車 地鐵站的位置 多到隨便坐 不過這次的疫情 比上次 有一點進步 就是刺子米 還在 不會搶青光 最後都回家 真的少了很多人 這條街 尤其是重災區的位置 鑽石山 潮雲山 這一堆 商場又不開 又成這樣 挺有趣的 自己一個 你會看到 整個商場沒有人 你一個可以任你走 冷氣又開到癢 就是這樣 整間商場都是屬於你的 有種感的感覺 現在沒辦法 苦中作樂 即是偶爾都要出來 還有我想也要習慣 沒辦法 每天都百多宗 可能持續整個月都不奇怪 還有如果長期困在家 我覺得都不太好 他人是有少少外債債的 真是會 無論如何都要做運動 出來走一下 說了這麼多 回去直播和大家聊一下